这盘棋讲解是初棋之盛 2024年的同传棋友杯 咱们来看第一局 我的对手是贺鹏飞 那么开局我走先之路 走之前呢发生了一个插曲 就是我开始是后手 突然呢裁判叫我们走先手 原因就在于呢 以往正常的这个编排就是 一号先手二号后手 三号先手四号后手 但现在这个棋啊 网上编排是这样子的 一号先手二号先手没有问题 但是呢到三四号的时候会反过来 四号先手三号后手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的话开始我们不太理解 后来就明白了 那我先手一走 对方上了个马 这个棋的话如果积极一点 那就懒头蛇 但对方有可能会助力炮 所以的话我感觉他诱敌 我也是走的比较稳 反正对方这个马不活 马活跃应该是我布局领先 黑方的近七族 到这形成平风马了 其实我就是比他快一步棋 也没太便宜 双方的开始都功力 对方呢平风马 到这稳扎稳打 那我们常见招法就是要 从三路线啊强行打出去 但是这个棋的话又怕对子过多 所以呢不容易迎棋 我们就平局先把对方马制住 这样也是球先手 对方掌局之后啊 很明显想霸王局对局 所以我就先把局点进去 意思呢就是 对方要对的时候可以破二平四 没想到他没背 他走了一个飞向 到这的话 我这个局的效率就比较低了 那么这个棋啊 要么就破二平四 正常上马 这样一个思路 双方平稳 临场我飞向 是想走过交马 再出局 那这样的话 这个飞向再上马 就需要两步起啊 就会慢一步 所以呢 有点亏啊 对方可能反先了 那么这儿我压人家看 没有用 我就上马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啊 冲三兵再杀出去 这个棋红方不错 但是黑方走出一招 点局很经典 下一步他要对局 这一对最后马上来了 我这个钱没冲 局还没出去 所以我感觉这个棋啊 可能被利用了 所以呢 我就先给他压住 不能给这个马弹起来 也不能给他对局的机会 这儿的话 那黑方正常要报 到这儿的话 我走了一个平炮 就想出去吃炮 才欺负对方的马 看似是先手呀 其实黑方有这么一招棋 下一步打局 太妙了 我还来不及 所以我发现这个棋啊 上当了 赶快逃 吃了炮 到这儿的话 对方如果躲开啊 然后我再考虑啊 这儿他是看住的 其实到底也是一样 然后决定走一个马四金六 接力用力啊 你一冲我就上 如果能让红方这个马 顺利跳过去的话 现在始终威胁着黑方 那他就顾及 黑方呢 走了个金炮打局 把我赶走 那我就撤回 到这儿的话 他平鞠过来 准备上马 这招棋呢 是我没想到的啊 到这儿的话 其实我感觉到啊 对方可能会有个 宪兵的棋很厉害 啊 你这一吃人家 可能打局不舒服 你要吃的话 下底炮 这个确实是啊 那事后感觉啊 回向可能比较好 临场 我可能就不是了 那这样的话 这边就会受攻啊 局面将相当被动 但是的话 临场他没想到这个戏啊 他走的一步平均 结果这个棋啊 也就给了我一个反先的机会啊 就是我随时可以上马踩他啊 这儿的话 这个棋 我当时还没想着进攻 因为我感觉 踩他也不推一顶啊 你再冲他一下 上马也对没有棋 所以的话 我决定还要补试 到这儿的话 就先补试了 那么对方走出一招马 三心四啊 也是让我一点出乎意料 因为呢 这个棋正常是要冲的 但是一冲马上去了 他就不愿意 所以走这儿棋啊 准备啊 踩进来 太厉害了 要踩霜 我现在是有狮子的 到这儿之后啊 我是想了很多 比方说 最常见就牵着他 但对方有一个对局 很经典 对完之后 上马踩着炮 反客为主了 所以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感觉不舒服 那么牵又不能牵 拱的话 这个棋 对方可能 还是啊 踩进来 有一个踩霜 所以到这儿 我先有思考 最后我发现不对啊 这个棋 我冰淇淋可以怎么下 为啥的 因为对方 他这个棋啊 就算踩进来 那么这儿 我始终有一个上马 可以踩踞 就是这个冰可能会丢 这儿的话 这个棋 他一吃 可能上马继续利用它 所以这棋 本身也比较复杂 而且还有冰淇淋的变化 这边的话 他没看清楚 所以就不敢贸然行事 其实他还是有一个 将来棋足的棋 棋足打鞠这样一个棋 随方仍然返先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 它是向掉的 这样的话 那我正常是要上马踩鞠 但它还是对鞠啊 所以没有用 我决定上马 这招棋 就是说对方对鞠 我可以不对 也可以换掉它 反正将来我要踩相 这是先手 所以对方得落个相呀 它落相之后呢 这个棋 我就马五金六 跳进去了 这我朝鞠江踩着炮 是先手呀 那么对方他就退鞠回来 看住啊 到这儿的话 也是避开了我上马踩鞠手段 一交两用啊 然后我看这个棋 感觉没啥便宜啊 所以我就想 对方鞠这样离开了 那就吃他的马呗 因为他现在不肯定吃我的嘛 我只能抢先出手啊 当然对方进炮去看 这个棋我也很明白 然后的话 我就平炮打他一下啊 本以为把对方赶进去啊 现在我出去一对啊 就可以了 你要过来牵制 我去采鞠就行 牵的话就被炮啊 所以到这儿 我认为这一对鞠 应该是啊 有利了 但是呢 没想到对方走出了八瓶酒 我也是大吃一惊呀 然后我走的是 狙一瓶二 这样的话 对方就狙一过来了 第二棋走完之后呀 我也是啊 心里一惊 为啥的 本来想去啊 抓对方死炮的 结果人一点击 反而一瓶炮 揍我的炮 我怎么办呢 眼看这棋不好瞎了啊 然后我就想 这个棋怎么解围啊 脱身是脱不了了啊 这边吃马 倒可以采取 暂时不怕 关键的话 他这个棋 若点击这个马 不过他有炮砍 我又攻击不到他啊 所以呢 我就想走兵三斤啊 那对方到这儿的话 也没敢这么下啊 原因什么呢 这个棋啊 有可能是担心 我这边啊 将来有一个 心炮打死局吧 所以才没敢这么走 比方说 我兵三斤啊 如果你向掉 那肯定不去打死了 当然对方可以躲 躲的话 比方说他吃个兵啊 打着我给我换啊 那我踩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啊 再踩上去就得止了 所以这个棋啊 对方抵挡不住了 啊 这儿他肯定是不能向 然后呢 他如果吃啊 我就拘捕金 对方如果向 我就吃掉他 啊 所以这种棋啊 那仍然是 红方表力啊 因为黑方你 往这儿再来啊 那现在这个棋啊 其实我可以 牵入他啊 所以对方只能 打一个马 啊 这儿一吃完之后 是一个叫杀 他顾不上走 双方毕竟是一个交换 啊 就这局面是占优啊 那么前面的话 如果处理一个更完美一点 就是啊 不吃相 先上马 欺负他的炮 走开之后再吃 这样的话就万无一失啊 对方连马都上不来了 啊 到这儿的话 他如果吃我这个啊 看的也不错 其实呢 我们可以跑八平流 啊 对方如果换子的话 上马打局不惯啊 躲开之后 进局就牵制 啊 所以这对棋的话 红方呀 有力啊 优势很大 总体来说啊 对方是担心 这个泡八斤 打死局 他就没敢 轻轻放动 啊 他走了一个上马 这招棋 其实也是拼了 啊 到这以后呢 他的正招应该是平居先啊 吃马比较好 啊 不动声色 因为我冲掉 他可以向掉 这泡水龙可以逃 那么他急于上马之后 就导致呀 我这边吃子了 对方想乱战的话 比方说踩掉 我可以退回一拉 又丢一个 所以他就不敢 啊 那看着闪机闪不到呀 你踩这个我就吃过去了 所以对方不甘心 就走这条棋 啊 所以刚才不上马 就应该这么下 现在这样已经狮子了 他想走这个棋 正常我也跑不了啊 但是我可以冰三金 到这看对方怎么走 啊 这个时候呢 其实 黑方啊 如果向掉 我这边有一个 金炮可以打狙 啊 虽然说这个马要丢 但是把狙赶走之后呀 这个小兵一滚的炮也得丢 啊 所以双方 这样一个交换下去啊 那将来我担子炮啊 一平居居脱身了 还是跟实战还原啊 多子 所以对方呢 这个棋他就没有向 直接吃啊 直接吃那就换掉 然后这个棋我就抓炮啊 对方跑不了 只能向掉 下不想跑 来不及了 吃掉啊 对方一吃之后呢 我这边上马 还是起上弹子炮 到底是一样的 然后呢 对方也不敢吃中兵 担心下底炮啊 所以的话 他就退了一步 想过来吃回这个子啊 至少牵着我 这样的话 我就不太好赢 所以我赶快脱身啊 这样的话 对方正常应该是向三进五啊 他退回去之后 那我就点过去啊 然后这个棋 对方如果看 我就上马踩马 所以看也看不住啊 对方索性拼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吃掉他啊 吃完之后呢 不中炮 准备打出去啊 但对方也走得顽强 他只回来吃马 要吃相 所以我现在打枪没有用 就先采拘啊 对方吃的话 我这边啊 三轮贵边啊 到这儿我以为要赢了 但是呢 黑方捕食之后啊 正招应该是下底炮 但是呢 这个棋临场的话 一下底炮应该一出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啊 第一排棋呢 没有设置加秒 所以的话 谁时间到谁要输 而且参局 四十回合不赢 就叛合了 所以的话 压力很大啊 我就拼眼光着走了 就没这么走啊 其实这个棋可以这么下 他的后续进攻思路啊 应该是将军啊 对方的话 这个棋如果进去 那这马一奔啊 就很厉害了 他这也走出这样一招棋啊 就可以突破 对方如果不这样走 比方说知个试啊 那也是调江 上来马后炮啊 出来的话 炮分边就行 这里有两个选择 一个吃马 一个不吃马 如果吃马有一个分边啊 你在吃抽女鸡 你不敢吃 那你正常进去的话 不想被他利用 这里啊 吃了中足就行了 洪方这是一个盛事啊 那么他没办法啊 如果说你要是不吃的话 这一放 就是不让他往这走 想锁他啊 一将可以落相 那么站得起的话 其实洪方啊 不僵就行了 那么你一吃他 回来把局扣住啊 将来过中兵就行 过之前要走个局务平 就过门啊 不要给他推炮打局就行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也是一个盛事啊 所以说这度期啊 那对方啊 肯定是保下 他不能进去 那只能直视 直视的话吃就行了 对方在这儿 要么就杀相 那不炮挡住了 要么下底炮啊 直接挑马一下 不管他上还是近啊 这边都差不多啊 就这个变化 对方还得回去啊 对炮叫杀 还得下 甩开之后啊 就无解了 无论你怎么走 跑不了的 马后炮 出来的话挑一姜 这时的话一面盖死了 那么吃的话 不管那也是挑姜 连续手段啊 点姜之后一个马后炮啊 所以这种棋啊 一下底炮 应该就速胜 但是 这个棋啊 当时时间太紧啊 然后有压力 没走出来 我一看没棋 然后的话 我就握槽去了 想着这一将 炮袋摇控指挥 不就杀了吗 但是对方守住了 那这个炮没点下去啊 马给挡住了 但是也不影响 我再补个炮过来 就想着这炮打中租不就应了吗 但是这高手 其实顽强啊 他手累了 你打人家出老将之后杀底 你还得补士 浸泡一串 可能会把马换掉 所以我不希望他换我的马 就先补士了 对方也要换我的马 那我将军啊 他这里吃 如果退回的话 再纠缠 也可以 只不过呢 我怕他形成一个规则 就是抓我的马 跟我的马 我的马确实是有根 但是我就一个狙砍 他用炮盒去捉 他肯定犯规 但临场的话 这个业余比赛啊 万一对方这个规则 裁判可能判了 耽误时间 害怕超时 我一说 那就简单一点吧 不想费这个劲 那这也主动求变了 这样其实我认为也够赢 那其实只要走到 狙炮双兵就赢了 但是呢 这个棋对方也是走得好 他是狙进了一步 想过来吃我香 我当时就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直接一吃之后 他过来 那这还不够赢吧 到这的话甩狙 这个棋他就吃 我一看 那这兵如果丢光了 也不好赢呀 但是的话 这个棋你又没法去保 再保还得丢 那样就可能可能赢不到了 所以的话 强行架中炮跟他拼了 对方一杀 到这顾不上持兵 叫杀 他出来是铁门栓 只能点去 没办法的 一将把它换回去 对方持炮完抢 再点将 然后这个棋退回 对方顽强过来持兵 他又不敢动 就出了将 到这的话只管过兵 他退回之后呢 怎么进攻呢 拱兵才慢呀 我就想这个棋啊 换回一车 其实的话 也可以点将再退 但是担心什么 担心他居住经济 再居住退 也把这个边边给抓死了 所以花了这个棋啊 居住没敢动 准备直接啊 推炮之后 再一将 给他来一个紧凑的招法 但对方的落相 确实守得好 把这些解掉了 我走这个 他有补相 我也看这行 走了个泡五瓶酒啊 不能给他这么舒服 走这之后 我就想骗他一下 你这个事 我继续下兵就完事了 结果对方顽强呀 他进去了 就是不上当 我也看不行 飞退局不可了 对方一捕食之后 我调过来 准备应用一下攻兵 就在这个时候呀 对方终于超时了 那这样的话 他即便不超时啊 兵下去 三子也够赢了 那么这盘棋啊 就侥幸获胜了 看下一局 对方便宝费了 对方便宜费了 对方便宜费了